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 他日前来到了陆江国校 视察学校余裕空间的活化情形 这些空间经过活化之后 拥有了公共托育中心 社区大学 崭新的图书馆等等 让更多人得以使用 崭新的图书馆 让小朋友更喜欢来这里看书 卢州区陆江国小 活化校内的余裕空间 前来视察的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认为 这里是相当好的示范 我们希望陆江国小 这是一个全新北市 一个很重要的范例 希望我们整个国民中小学 各级的学校 都能够普设相关的公共设施 我想这个部分 只要有剩余的空间 我们都会优先的来设置 相关公托或公佑 或是非营利幼儿园等等 学校可以活化空间 提供全灵的学习原地 不过更多在地民众 以新北市来说 从100到108学年度 就活化了845间教室 增设幼儿园或者托育中心 我们希望说一个公家的资源 基本上除了我们原来国中国小的使用之外 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效益 就是将相关的跟社区有关的设施 都能够一起整合 我想这是新北市的特色 也是我们未来国民中小学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我们未来积极的来促成 也来补助各个学校来施设这些公共设施 服务我们的社区跟民众 一路将国小来说 虽然招收的是国小缺同 但是学校透过余裕空间的活化 弹性提供补校或社区大学进修成长 成为0到99岁人生学习家园 记者沈舟林锦鱼如酒采访报导